实力强悍的铁鹰华竟被对手压制 连续不断的进攻 让台下铁鹰华的教练都举起了白毛巾 随时准备投降 但是尽管小虎情况极其被动 而且还不停的听着台下老外为对手欢呼 铁鹰华便如同真正的蒙古般 撕血反杀 骑在对手身上连鱼轰上百拳 有请小虎铁鹰 那这场比赛对铁鹰华的挑战是相当大 主攻泰拳和自由搏击的他 今天要打的是综合格斗 那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这场比赛铁鹰华也是为了挑战自己 那白色拳套红方选手 红色短裤就是小虎铁鹰华 另一边蓝方选手黑色上衣的就是阿里克赛 那阿里克赛也是知道铁鹰拼拳无敌 而且他的拳头力量是相当的大 所以说开场之后也不拼拳 直接压制了铁鹰华 那紧身缠套铁鹰华没有太多的经验 现在也是处在劣势 那现在小虎也是一边反抗 一边在适应比赛节奏 那另一边的阿里克赛也是一直想把铁鹰 拉入到地面 对而且铁鹰华是不会遇到在自由国际当中 才会分开两边的那种情况 没错 还在往下要找防摔的机会 直接给扭了过来 那现在处在上位的铁鹰华让阿里克赛是没有地方去进攻 那现在铁鹰华也是让阿里克赛起身 但是看这个情况 阿里克赛好像并不想起身 只想躺在地上开始耍赖 把这个擂台当上了自己家的床 看起来好像还要睡着一觉 那既然阿里克赛不想起身 那铁鹰华也就是疯狂的压制 一旦有起身的意思 那铁鹰华的拳头就直接招呼上来了 铁鹰华但是现在目前没有进入地面 我觉得这个阿里克赛还是会直接往上扑 没错 看就是这样的情况 效果还是不错的 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扭岛的能力也很好 拿出来特别是这个以拳领进去之后 这个抱摔的能力 让比赛也要 转身后排 阿里克赛还是非常的腹肌 对手近身的这一项 如果是一个 那现在这个情况 阿里克赛是一点拳头都不想拼 不管你是站立啊 还是倒在地上 只要能找到机会 马上就抱着铁鹰华 那这个位置铁鹰华危险了 刚刚是差一点被摔断了 波警 这个位置又被阿里克赛拿到了后背 那现在铁鹰华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啊 手臂 但是已经是锁到了下巴上 现在看不到 前半再挡着了 有一只手 卡在下巴上了 卡在下巴上了 但是现在对方没有发力的点 现在实际上是手 走在了口鼻处 是的 再加班对手的手臂 就扒下来的一部分 但这样不能长久 对方的手已经往肩膀上爬了 对 有机会 有机会 还在往外搬 现在对方没有办法行中裸脚 对 实际上这对于 铁鹰华来说啊 也是对手臂力量一个巨大的考验 是的 因为之前自由搏击 整都是这个爆发力的 爆发耐力的这种进攻 但是 这种核心力量的僵持很少 特别手臂持续耐力爆发的这种 铁鹰华在自由搏击的拳口里面 已经是比较擅长的这种角力的方式了 连续的砸击 现在因为被打了后背 是锁得很齿 身体三角 对 那现在达里克赛是 骑在铁鹰华的身上 连续砸了很久的拳头 那这个情况 看下铁鹰华能否改变一下身位啊 如果一直被砸的话 很有可能在第一呼和就被KO掉了 铁鹰华还是防着自己的脖子 但是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很难逃脱 对 连续的砸击 这个时候一般来说的常规的防守方式 是倒向对方进攻守的另一侧 对 他现在怕倒下去之后呢 被对手拿了 对 再次裸脚 没错 倒的方向是对的 对 倒的方向是对的 有机会 现在看看裸脚有没有布局住 我觉得作为阿雷克西来说也很难把这个位置做好 铁鹰 铁鹰 好的 再次防住了这个罗角 还是要最后的半分钟第一回合 连续的打击 但这个打击的威力不太大 对这边有打碰到的协议 铁鹰现在往里跨 好的 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那铁鹰也只能是在最后的几秒钟 抒发了一下内心的怒火 那第一回合的比赛确实是让阿里克赛占了很大的便宜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回合在铁鹰适应了之后 能否解决掉阿里克赛 这是最后的那一段垂击 没错 但是铁鹰在这段垂击上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体重量 看这个过秀 那好的 现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那第一回合铁鹰是被阿里克赛拿到了近身 所以说不停的去近身缠斗压制铁鹰 打的是非常的难受 那第二回合只要铁鹰不被抓到近身 那这场比赛就会轻松获胜 小西 来克制一下对手 要有比较大的力量 哦 这边铁鹰 后手 有没有机会 后手 对手手拿不起来了 再一次 这是后手 铁鹰狼再一次 连续的击打 连续的击 对手要放 铁鹰狼 这边往下有垂直的智慧 铁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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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后一步让对方站起来 来让对手站起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手躺着以后会更加的这个休息的时间更长 让台湾站 台湾现在让他站起来了 铁鹰继续在自己擅长的战力流域 铁鹰应该站两个转身后白 打对手的这个全步步 后手 被接收 对 平常对于这个战力选手来说啊 还是比较慎用 这种把身体全部抡出去的这种后手推 但是一旦击中了 男人会非常漂亮 但是危险也很大 是 这边 再一次 这边 连续的一面垂直 我们看 有没有机会终结对手 哇 全场都看得很仔细 连续的打拳 对 这边 对手已经不怎么反击了 好的果然在停滑的连续中旋之下 换了谁都扛不住 那第一回合被阿里克赛占到便宜 第二回合停滑霸气反击 看得我们是相当的解气啊 那这场比赛最后让我们恭喜停滑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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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